一方舞台在歌在舞锣 全天孤旧京东星光大道 平民百姓各显神通 登台现役造就许多草根明星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 令不数人动容 并催生出了近三百个民间文艺团体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 明星登上大舞台 一台新春大戏 正在河北省三河市文化中心大剧院 拉开帷幕 这是一台风格多样 地方色彩浓郁 具有一定水平的文艺晚会 长桥飘玉带 大陆九州通 汽车如穿梭 闪烁电子屏 飞机在家门口 地铁连到北京 精彩的演出 不是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其实这不是一场通常意义上的文艺晚会 因为舞台上没有一个专业演员 他们都是三河市的普通百姓 其中有学生 职员 市民和普通农民 另外他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 明星大舞台 明星大舞台的演出 从2012年5月就开始了 四年多来 一共演出了50多场 参与演出的群众演员 打上千人次 光看的人更是数以万计 是三河市老百姓自己的星光大道 那么这个明星大舞台 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又是靠什么维系了四年多的时间呢 说起明星大舞台的出现 就不得不提王亚兴 呦 这这么多都是您的宝贝 对对 在这我的工作室 我看您这有中式的还有西洋的 对对对 那这么多您都会吗 我都玩过 都能鼓子响 反正 都能鼓子响 对 那我们随便点一个 您是能马上来 对对对 我看这个有点特别 行行行 那您给我们来个这个 这个我给你点到一个 王亚兴是三河市有名的文艺爱好者 吹拉弹唱都不含糊 退休后一直在三河市老年大学 从事文艺推广普及的工作 哎哟 看来这还真是难不住您啊 随便点一个您都能 对对对 哎 那您这个 玩这个乐器玩了多少年了 要说多少年 我得有六十多年了吧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的 我今天是六十八岁了 你有几岁可不是六十多年了吗 那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您对这些乐器 是不是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现在我特别玩乐器的时候 特别吃鱼的时候 这饭我都可以 可以延食 可以不吃 这几个曲子必须得拉完了 得 就是不玩 每天都在摸摸它们 就像自己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些乐器也改变了王亚兴的一生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1971年初 作为民工 他被派到海河工地 参加根治海河的水利工程建设 在一次工地拉歌活动中 他唱了一首白毛女中 杨白牢的唱段 被海河文艺宣传队看中 并最终成为海河工程局的工人 1974年 参与海河文工团的筹建 成为半专业的文艺工作者 1980年 转为国家干部 由民工 到工人 到干部 由乡镇 到县城 到省城 完成了三级跳 人生三级跳 我觉得这都是文艺给我带来的好处 王亚兴不仅喜欢乐器 还热衷创作 几十年来 仅发表在报刊上的各种文艺作品 就有一百多篇 2012年5月 三河市老年大学为他举办了一场个人作品演唱会 没想到 这个范围不大的演唱会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后来政府有关部门 也尝试着举办了几场 由普通群众参与的演唱会 同样受到欢迎 于是当地政府 就把这种群众文化活动固定了下来 并取名 明星大舞台 那么当地政府 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 由老百姓参与演出的文艺晚会呢 在这个群众活动中 政府应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我认为就是一个引导扶持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考虑用什么 搭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把他们的机器性调动起来 这儿我们经过这个管方的调研 和这个个别的这个群众代表座谈 这儿我们想到了 搭建那个明星大舞台 让群众编 让群众导 让群众演 让群众评 打造三合老百姓自己的星光大道 明星大舞台基本上是每月举办一次 每次演出的演员 节目 主题 都不相同 这样的演出密度 工作量可想而知 几年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刚刚吃过午饭 谢树庄又到厨房忙活起来 他的老伴在外地儿子家傍着看孙子 家里只有他和97岁的老母亲 下午他要审查节目 估计很晚才能回来 因此要给老母亲准备好 晚上的饭 妈 饭菜给您准备好了 待会您吃就行了 接着回来晚 审查节目去 您就注意安全就是了 好 我走了 好嘞 走了 多人回来 63岁的谢树庄 谢树庄是明星大舞台的负责人 他说明星大舞台运行两年后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影响也越来越大 为了保证明星大舞台健康 有序持久的发展 2014年 他们成立了三合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办公室 并聘请几位由文化管理经验的退休人员 专职管理明星大舞台的运转 谢树庄是文化网坡电影电视局的退休干部 因此被聘为主任 现在审查的是准备参加春节期间演出的节目 每次审查都会有一些节目过不了关 每当此时便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场面出现 千山万水 这是王侯兰唱的 我讲比其他的演员手差一些 一个是扳演不够 跟乐队配合也不成 而且那些气质提升不起来 动作非常做的给一种感觉 还有那词给我的感情也不出 所以在这节目我建议 这节目就毕掉了 您也说要毕掉了 那么您说我唱的哪儿不好 我说我刚才不说了吗 词也不熟啊 动作也不大调啊 那比如说我脚肉自身唱挺好 不能理自己脚肉 您老说我唱的不好 那么要不然我再唱一代名经验 我说不用再唱了 你咋应该给我一机会啊 不 下次 人家几个都上了 您不让我上 我要给您脸了 我等于没给观众脸 那您要这么说 那我就这儿待这么一椅子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我走啊 我看刚刚有的这个团员 对您的点评 情绪反应还挺大的 以前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情绪是经常的呀 没搞一次审查阴谋 都会出现这种的状况 我们也闹得很尴尬 我的心情也很复杂 你说这么大的 这么大岁数 把节目给他毙掉 怎么办 他也有脸蛋子 他有尊严呢 可是一样啊 我们得对这些广大观众啊 我们不能把一般般的节目 搬上大舞台啊 我看刚刚那阿姨都直接走了 哎呀他走走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让他提高记忆 以后再给他安排机会呗 由于审查节目时 他不寻私情 坚持原则 致使许多熟悉的人 疏远了他 我曾经遇过这么一个事 我在审查节目当中 一个团长 偏要搞专场的专场演出 我说你这节目不长 有好几个月都不耽误 走到对面 他都插件都过 也不耽误 我上岸跟他说 他都不耽误 周明看见 周明看见 哎呀当时我呀 也吸引人家恨复了 他们登上大台的心 我们理解 但是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三合 零大舞台 打造一个三合式的 是吧 新闻大大 打造我们草根的大明星 这是主要东西 审查完节目 天色异万 谢树庄回到办公室 为预约的文化志愿者 办理登记手续 自从有了明星大舞台 三合式的群众文化活动 开始活跃 民间文艺团体 也不断涌现 文化志愿者协会办公室 成立后 对这些文艺团体登记注册 进行规范化管理 凡是到我们这来 注册登记的 都要有它的团队的名称 包括它的姓名 和队员们的 姓名 姓别 电话号码 活动区域 以及它主要活动的内容 是戏曲 还是个山市 还是大发战 等等一切吧 因为问得非常清楚 便于我们管理 因为有明星大舞台的吸引 民间文艺组织的报名 十分踊跃 截至2016年底 已有186支业余文艺团队 6600多名文化志愿者 登记注册 四年多来 明星大舞台 造就了一些 在当地小有名气的 草根明星 六十二岁的潘淑灵 自幼喜欢文艺 五岁的时候 就跟着哥哥学打快板 上小学的时候 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 她从小学到中学 都是文艺骨干 结婚成家后 和丈夫一起 在燕郊做生意 他们从摆摊 卖菜干起 起早贪黑 摸爬滚打 打拼中 曾经钟爱的快板 也渐行渐远 转眼几十年过去 眼见生意稳定 一双儿女 也长大成人 各自成家 潘淑灵 终于可以泄口气了 然而随着 明星大舞台的出现 年少时那颗 追梦舞台的心 又被激活了 她参加了一个 社区文艺团体 由于有年轻时的功底 再加上近乎 痴迷的苦恋 很快成为 明星大舞台的常客 燕郊镇 离三河市区 有三十多公里 每次参加活动和演出 潘淑灵都是一早出门 深夜回家 十分辛苦 为了减少奔波之苦 她干脆扔下丈夫 在三河市区租了一套小房子住 这一住就是三年多 阿姨您这些纸上都写的是什么呀 这是排节目啊 我给他们导那洞子 得说明的我就给写字 文字写上 要是不得说呢 我就画图 这个你看就有画的小人 队形 对 这是队形 这个小人就是这么待着呢 端着呢 端着东西 这是排的这个站 怎么站 对 我黑的睡觉啊 睡睡的 来灵感了 那动作 能连下一个那动作 我就赶紧拽一张纸 你看我床头 我这全 全留着这小碎纸 有了灵感就赶紧醒下来 就赶紧记下来 有时他半夜醒来睡不着 就会到这个镜子前面 揣摩舞台动作 直到天亮 我们看着觉得 您放着家里的 清天日子不过 那大房子变成了这小屋子 然后两个人也变成一个人 您就觉得 就真的这么觉得值得吗 值得 我现在我觉得我 你看我60多岁 我觉得我还是20多岁那点 心情特别好 而且这就有了精神支柱 对 在这个社区剧团里 潘淑玲不但是演员 还是艺术指导 从唱歌跳舞 到燕山大阪 平剧 玉剧 河北方子 什么节目都到 是剧团离不开的人物 把这个扇头放外边 扇头放外边 你好看 拿下的时候 正好就摘下来 你试试 对 对对 还是放外边好看 每次排练 潘淑玲都十分认真 有时近乎苛求 也正因为有了她的较真儿 才使得他们这个剧团 在当地小有名气 这天中午 潘淑玲的家里要来客人 每次客人来访 都是潘淑玲的丈夫张罗饭菜 潘淑玲说 她对文艺的轻轻投入 没有丈夫的理解支持 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了支持她 甚至家里发声不幸 丈夫都会瞒着她 您家店里当时着股 您瞒了两年多 您怎么瞒呢 当时就是 我那儿店面 就是先入短路 一共烧了七家 损失200多万 人没看到 就是把那个七家的货 全都给烧了 我周边那个人的亲戚 故意那儿子 他舅舅都知道 告诉他都瞒着他 那您为什么要瞒着他 他都一样 怕他心疼 所以我呢 就没敢靠着他 饭菜上桌后 客人们也来了 来的人都是潘淑玲剧团的姐妹 几年来 他时常邀请这些姐妹 到家里聚会 一方面为了增进感情 另一方面 他一个人在市里 姐妹们平常没少关照他 请大家来 也算是答谢 2014年 他的孙女出生 当奶奶的带孙女 在当地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也不例外 那么带孙女后 他还有时间唱歌跳舞吗 当时孩子那么小 才几个月大 您就在家看孩子 别来排练了 我跟你说 我实在是喜欢这个唱歌跳舞了 从小就喜欢那样 我又喜欢那个还得看孩子 孩子不看不行 但是这个行我不来我闹心 两头都得顾着 对对对 我就带着他睡小车推着 那这困了呢就放车里睡 醒了就红会儿吃点喝点的 睡着了就放里头睡觉 阿姨问你 姐姐我姐姐 你今年几岁了 我快三岁了 快三岁了 你是不是老跟奶奶来这儿 还练舞蹈呀 是的 那你喜不喜欢来这儿 喜欢 那你每次来这儿的时候 都干嘛呀 你跟阿姨说 唱歌跳舞 我看他这个精神头挺好的 他每次来也不哭不闹吗 不闹 他唱我唱你 他也唱 他跳他也跳 也太喜欢了呀 受这个分类信号 对对对 明星大舞台 既圆了潘淑林儿时的舞台梦 也丰富了他的人生 在三河 像潘淑林这样痴迷文艺的草根明星 还有很多 他们并不是孤艳 而是各个民间文艺团体中的一员 现在三河市大大小小的民间文艺团体 有290多个 其中大部分都是伴随着明星大舞台 涌现出来的 比如同乐园艺术团 同乐园艺术团的团长叫张凤山 是一名医生 特别喜欢评剧 退休后开办了一家诊所 为周围百姓看一些常见病 诊所的二层就是艺术团的排练厅 2013年 看到明星大舞台 越半越红火 张凤山心动 他把身边一些喜欢文艺的朋友 聚拢到一起 成立了以评剧为主要特色的 同乐园艺术团 我们本周四次的原则 就是自娱 自乐 自办 自愿 门诊有一定的微薄的收入 所以我这几年 投资将近十万左右 给大家买衣服 买化妆品 买布景 等等其他的费用 都是我自己拿的 说是自娱自乐 其实张凤山的眼睛 还是瞄着明星大舞台 希望在那个舞台上 占有一席之地 很快 艺术团就发展到近三十了 这些人水平参差不齐 大部分没有多少根底 如何才能更快地提高 艺术团的艺术水平 早日登上明星大舞台呢 他想到了培训 于是他跟大家一起 分期分批 到各种文艺培训班学习 咱这水秀怎么运用 高水秀的时候 往这个方向 走 回来 在胸前 这么上 它就好看 深的呢 要侧一点 不要正着 要侧一点 这个培训班 是由文化志愿者协会开办的 明星大舞台出现以后 许多文艺爱好者 都想上台一展身手 但是由于水平有限 大部分人难以如愿 在节目审查中 经常出现一些矛盾 怎么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这些矛盾呢 他们想到了培训 用培训提高文艺爱好者的 艺术水平 实现大家登上 明星大舞台的愿望 培训班 2013年底 开办以来 无数的文艺爱好者 接受了义务培训 仅2016年 他们就开设了戏剧表演 民族器乐演奏 舞蹈 大合唱等 九个培训班 培训两万一千多人次 通过几年的培训 童乐团艺术团的艺术水平突飞猛进 多次到农村养老院举办工艺演出 更令张凤山欣喜的是 他们这个艺术团已经有多人次登上 明星大舞台 2016年我明星大舞台 给大家演了很多新节目 大家也很赞成 也同时承认我们童乐园这个艺术团 2015年底 在三河市第二届业余文艺队伍技能大赛上 他们荣获了一等奖 成为当地业余文艺团体中的佼佼者 通过培训提高了艺术水平的 不仅仅是业余文艺团体 还有许多个人 59岁的王玉华 就是文化培训的受益者 他是三河市洋庄镇四河村人 十几年前搬到城里居住 有一次邻居拉着他到老年大学去听课 结果到这一去吧 还有拉签的 打鼓的 那会儿看那打鼓的好玩 这打一下 这打一下 我说您打的叫啥呀 它是个小板 这叫眼 白眼你不知道 原来他去的是一个平剧的培训班 从此他对平剧产生了兴趣 跟着邻居在老年大学学唱平剧 虽然是从零起步 但由于亲情投入 很快就能哼唱一些唱段 正当他兴趣正浓的时候 丈夫的怪异行为 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家这手就是脑瓜 他那个脑瓜就是说的 就得说这儿跟前倾脑袋差不多 这是你要跟外边说句话啊 跟男的说句话啊 不行 甭说开玩笑 他就认为啊 你唱戏 过去不是说唱戏 人家唱跑了吗 跟人家跑了 你说这岁数的孩子那么大 跟谁跑去 他就没拍这个 就你头脚头 后脚就念不就 不放心 师傅您那时候还不放心 不放心 暗中钉梢的时候 怎样才能让丈夫放心 不再反对他学戏呢 他想到了一个 一劳永逸的好办法 那就是把丈夫 也拉进来学戏 这一招果然奏效 这一来着去就上这儿去了 人家这帮人也知道他反对啊 一瞅他去了 晚上就哎呦 你唱得真挺好的 真挺好的 这样你就把他兴趣给插下来了 得了这俩人快点玩的不就不生意了吗 有了明星大舞台后 他就憋着一股劲 一定要登上大舞台 然而几次审查节目时都被刷了下来 他是个要强的人 认准的事一定要做到 文化志愿者协会刚一开始举办培训班 他就报了名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 2016年10月在三合市第二届 评剧票友大赛上 他终于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您那个评剧还拿了一个第一名 那个跟我们讲讲 是 哎呦 拿第一名 开始比赛是180人 进20名的时候 我是第十 你也没想到能拿个第一名 没有 我真没想到拿 你有那天的那个视频 什么让我们能感受一下 有 他能获得第一名 还得益于一位专业人士的点播 这一天我们跟随王玉华 来到他的恩师家 李老师过两天我们有一演出 有一演出我想唱那个 好一个尊俏女子 花一梅那个东方 您就得教我一遍 要是这样 你没问题 大大大大大大大 得 你比划 好一个尊俏的女子 这不就开唱了吗 是 张无可有牧草 从上下仔细打量 这位贵个女流 李贵云是三河市平剧团的退休演员 平剧表演艺术家 新凤霞的弟子 从已50多年 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 2015年5月 王玉华开始跟李贵云学习平剧 在名师的指点下 她的演唱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我感觉她是一个飞跃 真的 我没想到她达到这个成绩 但是距离要求还差得很远 说咱们要达到专业水平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业余里边相比较起来 那可以说她是佼佼者 2017年一时 王玉华终于登上了明星大舞台 过去的2016年 明星大舞台一共演出12场 1200多位演员登上大舞台 演出200多个精彩曲目 观众数万人次 在三合式文化惠民工程中 明星大舞台仅仅是七大文化品牌中的一个 62岁的花甲创客蔡万龙 为何会与其他五位老人一起组成创业团队 又是一次什么样的契机 让他们发明了这种节能的液体导热材料 这种运用到取暖器上的材料 真的安全不易能吗 面对重重难关 蔡万龙又是如何克服取得成功的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花甲创客 这个花甲创客